好 今天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来到党部登记 正式代表民众党参选2024 不过这是不是代表蓝白河破局了呢 柯文哲强调 蓝白河是政治理念价值和理想的合作关系 而不是在密室来协商说要怎么全力分配 他说台湾政治就是这样 理想性太少 民众才不喜欢 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就被问到 柯文哲都已经确定要选总统了 蓝白河还有机会吗 他一方面表达尊重 另一方面呢 再次表达了团结 希望透过团结合作 凝聚对执政党的不满跟政党轮替 达到共同目标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八号一早到中央党部 正式登记选总统 包括总干事黄珊珊 秘书长周台竹都到场陪同 另外还有新主持长高鸿安 也签脸鼠书立体 但国民党喊很久要蓝白河 这下还有希望吗 有没有去考虑过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合作 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合作 因为这个要如果是理念价值的不相容 那这要怎么合作 当然我们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但是这不是流于密室政治的权力分配 要团结力量至于能不能合 没有说死 而目前柯文哲台面上的对手之一 代表民进党出战的赖清德 喊出反共不反中 也被柯文哲很酸 一直抹黑什么槟榔 叉烧包 西瓜 核心巴勒 怎么现在 你现在讲的每一句都是我以前讲过 在他们的眼光 只要不听话每一个都中共同路人 人以前的高家 王世坚也曾经被说过是中共同路人 隔空呛对手柯文哲活力全开 不过这次要找逐立委的民进党市议员 王世坚 则是预告柯文哲 将在九月抽腿列不分区 要争取立法院院长 要赌就赌大一点 赌吞那个驱棍球怎么样 你不要每次都随便讲一讲就跑掉 这实在是 柯文哲正式登记代表民众党出战 2024蓝绿白撒卡都总统人选 两强确定出列 争取成为国会第三大党的民众党 夹缝中求生存 如何左右逢源考验柯文哲之会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